近十年自行车上路的风潮席卷台湾 也促使许多道路的规划和改善 都考量到了自行车道的设计 特别在台北市 自行车道不但超过500公里 其中更在六条主要干道上 以拓宽人行道的方式 铺设了82公里的自行车专用道 这规划的用意是希望让单车族 免于在都市丛林里险中求行 也为民众找出城市交通的幸福方程式 那就是透过捷运连接公车 再加上自行车做最后一里路的接驳 如此一来可以减少汽车车的使用 避免塞车也达到节能减碳的目的 但这样的努力到底有多少人买单呢 台北市又该如何再进一步 才能够与国际知名的绿色运输城市 并驾齐驱呢 我认为它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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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是Amanda Fernandes 我从Brasil 我每天买我的车都要去学习 我只要在台北市 即使是掐工 状况已许 我都用单车出去 我认为它更加更好 我已经住在这里了 我认为它更加更好 我认为它更加更加速度 台北的航空是在台北的航空 像現在騎在這裡的是人村溫道 所以一天大概十幾公里到六十公里這樣 在這間店裡的航空是在台北的航空 我們差不多到達了一間間的酒店 所以我們要到達了一間的酒店 所以我們要到達了一間的酒店 所以每次的地方 每個星期天都在學校 我會告訴你們你的地方 星期天早上 Mate带着才来台湾三个月的同班同学Amanda 骑车环游台北市 才刚学会自行车的Amanda 想跟Mate一样 除了骑车上学 也能让自行车成为她日后 在台北市区里的代步工具 体验过学校附近的自行车道 Mate带着Amanda转搭捷运 来到外国背包客 在台北市最喜爱的单车景点之一 绕过林安泰古厕 从旁边的闸口 进入大家河滨自行车道 自行车专用道平坦宽敞 沿途美景尽收眼底 然而这些再怎么诱人 对在台北居住五年的Mate来说 却无法成为每日通勤时的选择 台北市有可能让这群河滨假日单车图 在平日上下班时间放弃骑机车 改骑自行车通勤吗 事实上回顾过去 十年来这个城市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这是2007年的台北市新生南路与河滨东路口 交通尖峰时间 自行车穿梭在危险如虎口般的车阵中 企图杀出一条险路 当时仅仅在部分路段 人行道跟人行道之间 划上自行车穿越道线 几乎没有人会认为 地上这些迂回的标线 是在宣示自行车的路权 5 2 4 2 3 2 2 1 就在自行车族不断集结上路争取路权之后 2009年台北市终于在东华南路 有了一条为通勤设计的自行车专用道 然而马慢车道改成单车道 少了停车阁 还常常与公车组打结 与路边临庭冲撞 各种争议开山倒海 就这样逃除了绿色扑面之后 台北市的主要干道 几乎再没有自行车专用道 而另一头 这个城市刚起步的公共自行车 也是命运乖传 在台北市骑微笑单车 转了一项 因为很多民众都嫌太贵了 15分钟高达15元 10块差不多啦 15块有点夸张了啦 1分钟一块又不是打撞球 约末6年的时间 公共自行车U-bike 精力更换经营团队 降低收费门槛 扩增各区租借站 加强地骨维修 为的就是让人从借车开始 就可以笑得出来 如今的台北市 U-bike 周转率是全世界最高 平均每台车每天被借12次 而在复兴南北路 松江路 新生南路 罗斯福路部分路段 以及南京东西路 仁爱路 信义路 都建置了自行车专用道 那么历时超过十年 自行车族在台北市区里 真的争取到路权了吗 台北市又能称得上是友善的自行车环境吗 我是Eric 承尔山 我是Eric 单车日记的站长 在市区里面我都会尽量走主要的干道 即使我要的目的地离干道有一段距离 我还是会先进主要的干道 这个主要的自行车道 然后到附近再切到我要的目的地去 Eric 是个人气超过十万名粉丝的单车旅行作家 他说网友普遍满意新建制的自行车专用道 但觉得人有些地方要改善 自行车道它的扑面你可以看到非常的不错 所以对单车来讲是比较安全的 这一段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公车站 会有一些等车的人会把单车道阻断 所以在这边你就面临两栏的抉择 外面就是后面的车流会来 那有时候的公车也会停在那里 那也就被逼迫走到中间的车道去了 另外一个就是走到骑楼里面 那就法规来讲就是违反道路法规的 而自行车道某几段路面的艺术图案 有时候也会给单车族带来骑乘的挑战 这段的路面做了街头艺术 所以会很多突起来的小岩点 骑在这边虽然很漂亮但是震动蛮厉害的 骑起来就像offroad一样 我应该骑双臂阵的车台才对 大约三枚十元硬币厚度的突起 有人说这是在提醒自行车减速 有人却担心下雨天会打滑 Eric又带我们来到南京东路的自行车道 这时路边临停的车辆突然开车门 让他吓了一大跳 在南京东路的自行车道有好多段 它是自行车道是紧靠着路间的 如果可以的话把它再往里面画一点点 让开门的空间留下来 尽管有些设计上的不便 但Eric说要是只在台北市区里骑自行车通勤 人是件幸福的事 为什么呢 我们有一个路线叫做环台北 我们可以沿着河岸走 然后到原山就是你们在练车的时候 经常替顾客规划自行车油漆路线的业者 陈伯聪就发现 从台北市骑到外线市 困难度往往提高 假如我们要台北到新北 我也有一些客人跟我反映 就是说像有一些特定的桥 所以它变成是说在慢车道要过去的时候 变成是快车道的车 它要接到新北环块的引道里面去 变成是说慢车道像行人或者是自行车 它是没有办法很安全的通过 因为尤其是在尖峰的时候 通勤时间过桥 自行车族往往选择最短的捷径 而忽略要走安全的单车引道 骑乘的风险往往打消了他们 持续其自行车通勤的念头 该如何鼓励更多人 放弃原有的汽车车交通工具 该以自行车或大众运输工具代步通勤呢 有时候自己也会骑脚踏车来试试看新的测试 像现在骑在这里的是人车分道 人跟车分开的话就比较安全也比较舒服 除了随时检讨道路设计是否安全便利 最重要的也要强化大众运输系统 我们讲的所谓列运输是公车 捷印 还有自行车 还有走路 这四个加起来目前在台北市的旅运 总的运输量占百分之五十八 那我们希望说在2020年可以达到百分之七十 从捷印公车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个就是集固啊 就是Torra 2 door最后一里啦 或是最早一里我们就是用这种Ubike 就是自行车 用这种方式来来达成你的旅运需求 我住在台湾四年以后 我住在台湾的地方 我住在台湾的地方 在台北市的Ubike是更改变的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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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年之前我住在台湾的地方 他们开始有什么样的Ubike 但是他们还没有太多部队子 那么当有一天台北市的绿色运输量 冲到了七成以上 是否就能跟国际间知名的绿色运输城市 并驾齐驱 我买了一路路在我的家里,在 Budapest 也有些西方的西方的西方的地方 在巴士,德国,德国 西方的西方的西方的西方 最大领奖的地方 尤其是德国 整个西方的西方的西方 整个西方的西方的西方 整个西方的西方是最便宜的 我们说到台北 我会觉得每天遇到是习惹 就没有人从车不是处置到的地方 这也是很大的差别 佳拉车的空间怎么来 第一个可能想到就是 路边停车的空间 我们要把它想办法逐步地取消 我们看到荷兰的例子 它可能用这阿姆特兰的例子 它可能是每年2%、3%的方式 就把它做减少 让你不太有感觉 然后另外也开始收费 我看到像哥本哈根 他可能90年开始收费了 那开始收费呢 甚至逐年的去提高费率 他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些车你尽量不要去开 他也一样经历过了一些抗争 然后经历过了一些反思 于是当政府真的拿出魄力 重新分配路权时 面对契机车族的反弹 到底能不能挺得住 我认为是习惯 我们应该是教育人 我不仅仅是习惯者 有时我习惯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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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是习惯车 选择车的方式 所以这就是不争取 不同的模式 不同的模式 在网州我们开始 和车车的车车 和车车的车车 我们遇到很多问题 台北是非常好 它已经是一个 优渐的環境 可以更改变 人们会使用车车车 他們會開始想 為什麼我可以在家裡放在車上 然後開始說再見 目前全球共有1,006個城市 有公共自行車系統 137萬輛單車 每天肩負通勤接駁的任務 另外還有320個城市 正在規劃當中 要成為真正的自行車友善環境 台北市只要繼續往前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